今天有特惠假 所以需要帶朋友的話就是不要客氣這樣子 因為的確 價錢很少人這樣也會怕怕 反正的確要不要這樣 我們都知道這些價錢還蠻好 所以今天來探展有這個探展假還不錯 就可以回費給大家這樣子 好 那現場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有沒有就是想要問他 請說 有沒有在懷孕期間還是 還是 你問沛珍是在懷孕期間才有喝 還是生完之後還有幾個月 很好 這問你問得非常好 我跟你講我是就是第二胎開始喝嘛 所以第二胎是從第五個月才喝 喝喝喝喝到生完的三個月都還在喝 我全部恢復 我開始要瘦的我就休息 因為我覺得我恢復的夠了 而且我都要快要生的前一個月 每天二四包 我只知道我每天挺著大肚子 還在外面逛街 然後體力超好 爬樓梯感覺沒什麼喘 就是這樣 我就是每那時候他們說要加強 因為快要生了 所以多喝一點沒有關係 讓自己有體力 那體力來穿冰冰 這樣今天要生靠虧欄 你知道嗎 要生靠虧欄 就給他喝下去 真的 然後生完那一個月 做孕食的那一個月 其實我孕食只有在做 只有做二十天 因為在美國就回來 因為跑太快了你知道嗎 我這邊都我也跑不住 所以我就二十天就回來了 辛苦的是我寶寶 因為剛剛二十天就做飛機了 然後我那二十天我就是也是每天喝四包這樣子 就是加強 之後就每天一包就可以了 就保持就OK 那像現在我自己冰箱隨時都還有的原因 是因為我老公非常容易疲勞 那有時候拍到什麼的 他最後我發現他如果累一點 反正突然要感冒了 有一點開始 像我最近因為講很多話 超香 然後因為我突然要感冒了之後 趕快再喝 所以馬上就好了 就是預防這樣做保養 然後現在基本上只要 我妹妹也懷孕了嘛 妹妹隔了五年 但她懷孕懷孕第二胎 所以她現在體力當然跟五年前大不一樣 當然我們女生很清楚啊 我男生我就不知道 但是其實女生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體力跟狀況 你五年前懷孕 跟我現在懷孕一定是差很多 所以她一懷孕 我也是馬上就找她訂給她喝 所以她現在是很快樂不得了 所以就還不錯 就對 就覺得說 欸沒有太辛苦 所以我只要聽到說 哎呀 因為大家現在都晚婚嘛 晚婚就沒辦法 就變高齡產婦 高齡產婦 媽媽最辛苦啊 其實辛苦真的是媽媽 我覺得 對啊 男生真的沒有太好差別 可是女生的確 因為真的是 我說這一個好像半條命換來的 你要給她最好 你要給營養 可是你真的 你的體力就是有限 所以 呃 如果有這個這麼好的東西 你可不化為自己可以探討一下 嗯 幾個月了 所以白衣服 白小姐 七個月 不錯 保持得非常好 對 七個月 只有大肚子 看她手啊 臉還是都維持得很棒 不錯 對 加油啊 哈哈哈哈 對 有什麼問題嗎 欸 問題都可以問 對不對 好 請問算你第一胎是產後跳嗎 看第二胎的產後跳嗎 有 我第一胎產後跳嗎 非常嚴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差別是什麼 但是我第一胎生完之後啊 我那個瀏海這裡啊 這裡就是有點就是 對對就通通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我生起來之前 不是只有瀏海 那時候瀏海很厚 哈哈哈哈 後來生完第一胎之後 瀏海變飽了 就是整個這邊都掉啦 上面也不是掉上面 對 可是我大概 呃 就是 三四個月就慢慢跑 就最右擋回來 那第二胎就沒什麼掉 對 第二胎就沒什麼掉 我不知道跟定基金有沒有關係 老實講 因為我沒有做時間報告 我不能講說 我沒有掉的話 是跟定基金有關係 但是我第二胎的確就是 狀況非常好 我只能用狀況很好來解釋 然後我也 因為第二胎我不會真的沒有掉頭髮 對 我不知道是都掉完了還是怎樣 呵呵呵 但是第二胎我真的沒什麼掉 好嗎 第一胎應該掉頭髮髮 有關係嗎 還在演發照 還在研究當中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直接關係啊 但是我第二胎的確沒有掉頭髮 對 因為有這個問題是 對 然後這樣就覺得 這樣很方便 因為喜歡這樣很方便 對 其實好像現在也可以繼續做一些什麼 頭皮按摩啊 然後保養 對 對 就是慢慢的有關係 就是那個量就是那些什麼 這方面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對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掉那麼多 對 但是我聽過很多人就掉很多 那你可能就是 就是 如此的啊 調養 還是 對 哈哈哈 健康最重要 對 真的 所以每個人那個 不一定 每個人的氣候就不一樣了 但是是健康最重要 平學是這樣子的 講到平學我是專家 因為 我先天靜缺鐵 進苦血 還有輕微的地中海型平血 我哭了背不起來 哭了背開 來看 馬上馬上頭冒金星 我常常我如果身體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我身體站在這裡喔 我站在這裡喔 然後什麼意思 會覺得我的頭已經撞到一個牆壁 我就會有一個推路 我就覺得我整個已經晃到旁邊去了 我的平行嚴重是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重 我開始生 就是當媽媽之後 非常重視我自己的身體就是因為這樣 我一定要為了她 把自己身體顧得很好 因為我倒下去會怎麼辦 所以我非常的重視自己身體 就是從我懷孕 因為我以前平常嚴重就是這樣子 我永遠就是生招 以前小時候招會很剩下 就是那一個會倒下去 會差不多常常一般 就會被她保健室的那一種 所以我很愛曬天 我希望自己健康 然後我希望自己就是不要頭暈 不要有那種 常常會被人家拖到牆壳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懷孕的時候我就很重視 我才開始調節 改變自己的身體 那我覺得挺顯 因為我那是先天性 先天性 先天老實講 我曾經去吃過鐵肌 所以是看過我多一生 去吃這些改善同學的 那基本上吃這些東西 你就是會大便秘 你知道嗎 整個都是便秘 因為鐵肌 所以你就便秘很慘 很痛苦 那我不要 因為你 好了你不暈了 但是肚子很大 都速便了不起吧 所以你知道有1號沒2號 很痛苦 所以你只要從食物當中去攝取 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會去吃一些什麼 豬肝啊 葡萄 很甜的這些 青菜啊 就多去攝取 其實這樣就夠了 不用到去吃那些那種 吃藥 我覺得吃藥 對自己身體負擔也是太大 而且我現在都很少在暈的 就是你其實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在暈啊 對那我當然就是覺得說 我後來就進入之後 當然了 它裡面因為有這個養分成分 但是 含鐵我大概 我覺得當然不是主要含鐵量那麼多 但是因為你體力好了 氣色好一點 你就自然比較不容易 有那麼多苦血的一些症狀會出現 那這個鬧子明顯是缺點 就是要多攝取 有含鐵的食物 我覺得這是最好 因為從食物當中去攝取 其實反而 對比較快 也比較天然 你吃菜就吃那種 就是 就是 菇菜啊 而且是那個 會變好多 然後 然後 土豪啊 還有 葡萄乾 就是 大概是很像 那樣的月麵乾 反正我就是 會去多去吃 有彈鐵量高一點的東西 我真的還很難找啊 我也是叔叔咪咪的這個冬天 在37歲 都 你叫我怎麼聽到 這小孩沒辦法 所以大家現在都有點年輕改聲 我更是要喝點清淨 因為那個皮靈就是有超 對不對 所以 會見你 其實冰箱上那個 會有在場這樣 對 沒有很多東西這樣 喔 沒有在喝 喝完之後有覺得 有什麼不一樣嗎 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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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聽過人家講這件事 他說 怎麼這麼小包 大小包 其實差不多就是一把 那個小碗 一個小碗 為什麼大小包 為什麼大小包 為什麼你說大碗一點 你知道他沒辦法 對 因為我們 那個 中醫老師說 他 一包的話 一天等一下就不到了 對 所以 分點比較虛的話 一天可以補 兩包 對 他其實上門補的補典 對 對 有些人呢 比較躁熱 他算是溫補的 對 有些人的品質是比較屬於躁熱的 那就是說 第一天的話 他在中醫的話 是一種藥 一種溫補 對 那就是說 他第一天就早點在那邊弄 不要喝太多 他跟他 弄弄弄啊 還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對啊 其實因為他就是毒品 你看外面在這支 就是 沒有人 很難 因為他就是毒品 其實 本來就是種植的中藥 對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對 那個 加熱方法 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 可能有客人再去說 他用電鍋 加那個 加熱的話 他可能外國的水泡太多 我們一包60基金 大家加完 可能只有30CC而已 對 就是 因為他就覺得 好像基金要給他一直滾滾滾滾 才覺得是比較好 不然是比較燙比較好 可是 他可能加 他可能加 因為他 他那個外國的水太多了 對 他本來打一個就是說 哪 你哪 你下廚10CC而已 你給他要爬10幾十 是這樣而已 對啊 所以他加熱的話 其實是外國的水 他拿外國的水 只有我們那個 警吟的米粉 大概三邊幾乎4分之幾的水 就夠了 所以不用用太多 那其實用微波乳也可以 微波乳加熱的話 大概30秒 就是說如果這個3塊 可能的話也不會適合 那我們把現場加了這幾分鐘 就跟我在这边 你是在哪里 我来了解 对啊 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方便 就是隔水加热 对啊 我觉得就是每天就是一个小波子 每天都放在那边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刷钱 然后打拨打拨打拨 那时候就丢进去 拿下来去就好 它就不会流失 对 因为很珍贵 滴滴相传 有未尽 千万不要给它蒸发掉了 明明真的就蒸发掉了 就不可以 因为我是这样子 就是把它全部弄热之后再倒出来 它就不会浪费到 要不然像冰块 有一天先拿出来退冰 有一天 这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这种更拿到的 它就可以比较快 然后就蒸发起来把它倒出来 也OK 不会流失掉 对啊 那有多菜啊 这个 他会说太远 对啊 欢迎家 欢迎家 对啊